大家好,我是Data 今天我們來到西灣河會介紹阿爺燒我餐室 這間燒美店其實是網友推薦給我的 不過其實我之前都想介紹 但我去了大圍那間分店 不過那間分店非常多人,所以就沒有去拍攝 我見到有網友推薦,所以就上去再拍多一次 今次我們就不去大圍分店,改為西灣河這間 要去西灣河的阿爺燒我餐室 我們就在西灣河地站B出口出 一出來就轉左手面 沿著沙桔印度就向前客 一兩分鐘就到阿爺燒我餐室 我是大約11點鐘到達餐廳 其實來到的時候,客人就不太多 現在加起來大約有3個人 這個人數跟大圍那邊比就差很遠 大圍那邊基本上就坐滿了 我想找個位置坐都不太容易 而且西灣河這邊那間店就再細一點 我估計大約是20個位左右 它每一張桌基本上都是四人桌 而每一張桌中間都選開了 即是表示人多的時候旁邊都是有人的 除了它的密度高之外 它每張桌面積都比較細一點 近期我們拍了比較多燒美店 不過香港很多燒美店的環境就比較一般 特別地方就很細很少桌的 這間來說就不算是太過小 起碼就比我以前介紹,某幾間都是大些 這間阿爺蕭美餐室 我網上見到口碑其實都OK 問題就是有些網友留言就說 它的工作態度就不是說太過好 其實這方面我們很難去知道 因為在鏡頭之下很多工作人員的態度 都相當不錯的 坦白說,如果你拍著我,我起碼都會客氣一點 我們就看看它的餐牌 看到餐牌的價錢都很標準 不算是太過貴,也不算是太過便宜 不過就好像見不到有些是四五十元的單瓶飯 我們看到餐廳就把很多菜都改了一些比較有趣的名字 暗然燒雲叉燒飯,邪惡金蛋叉燒飯 金鐘罩叉燒炒蛋飯 另外還有金鐘罩叉燒,霹靂火腩仔,飛天頭臭雞 另外還有一些套餐,一人餐、二人餐和四人餐 一人餐我就看過了,它只有兩款燒味 加碟油菜,價錢就108元 二人餐就178元,都是雙拼燒味 一個邪惡金蛋,又是一碟菜 這兩個餐,其實我也有考慮過 但我覺得它燒味的組合就不算是很多 不如叫個五寶飯,就像它更加多東西試得到 這間餐廳它有個15元的泥湯 我見到也有很多網友說都不錯的 現在大家見到,其實桌子就比較小 兩個人坐就頗勉強 今次我就叫我燒黃寶飯,有一杯熱奶茶 我另外加了15元,加了個泥湯 這條加起來就90元 我們先看看泥湯,材料就很足 所以我相信不是因為我拿著這部機 所以給我多一些材料 因為我網上見到網友的分享都是差不多的 紅蘿蔔,粟米,瘦肉都有的 而這個湯的份量都OK的 紅蘿蔔就煮得很軟,挺好吃的,甜甜的 粟米都有一折 煲完湯的瘦肉都是比較韌了一些 還有沒有味道的 我猜它的火候就煮得不錯的 湯就會偏鹹一些 15元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餐飲我就叫了熱奶茶 這杯奶茶不論它的茶味和奶味 我覺得都是中常 整體其實質素都OK的 但它又沒有特別的亮點 我們看看主角,燒鵝五寶飯 見到其實燒尾部份是比較多的 這個價錢就75元 燒味就有燒鵝,紅腸,叉燒,油雞,鹹蛋 阿爺燒鵝它的主角當然就是火燒鵝 其實我們外面已經留意到 它燒鵝的顏色很深下 現在我們看到都是非常之深的 這個燒鵝就比較多骨少少的 燒鵝就總共有6件 那切都是大小有些不平均的 有些大些有些小些 而厚度上它分別都幾大 我拿了中間那邊燒鵝來看一看 見到上面它有層脂肪的 可能就會比較肥少少 燒鵝皮就真的很薄 不過現在就略為硬了少少 但我猜它剛剛燒起的時候就會很脆 除了它的皮比較硬 它的燒鵝也比較硬少少 但因為它夠肥 所以吃下去我覺得它挺香的 我猜剛剛出爐的時候應該也挺不錯的 就這樣吃其實已經是不錯的 我們再加一些梅子醬試試 加了梅子醬的燒鵝其實就不是說不好吃 味道當然是豐富了 不過我覺得它這樣加了之後 就沒有其它燒鵝店那麼有化學作用 紅腸就五大塊 厚薄也有少少分別 這塊就會薄少少 這塊就切得比較厚一點 這個紅腸其實我覺得質素 就比很多間店的紅腸高一點 味道會豐富一點 調味就會鹹一點 在鏡頭燒尾來說叉燒份量就最多 就這樣見到都有六件 不過現在見到叉燒就比較瘦一點 因為叉燒就比較瘦一點 還有就比較厚 我擔心就會比較硬一點 但吃起來的叉燒也不會太過硬 叉燒肉質就不錯 油雞就有五件 其實油雞的份量相對比較少 雖然我這部分是雞胸 但吃起來的雞肉也不會太過硬 肉質其實OK 問題是它的調味就不是很足夠 油雞點薑蔥之後就真的好吃很多 它們兩樣東西就真的有加成作用 半隻鹹蛋 整體的樣子就不一般 蛋白的部分都幾鹹 但那種鹹味就是比較單調 蛋黃質素都是普通通 白飯我估大約一碗半 這個白飯的質素真的差一點 感覺上75元這個五保飯就不算是貴的 剛剛就吃完了阿爺燒我餐室 今餐我們就吃了90元 因為我忘記拿單 所以就無法給大家看 我們下來做總結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餐廳都開始多人 我們見到有些是搭牌的情況出現 我們說回這一餐的質素 我覺得食物質素其實就OK的幾好 特別它價錢都不算很貴 而份量都幾多客 環境來說其實它比很多燒美店都好 不過坐著坐著就不算很舒服 地點因為它兩間分店我都去過 其實兩間分店距離地站都不算很遠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是不錯的 特別對我相當好 我對於阿爺燒我的評價就是 它價錢都不太貴 性價比都是OK的 可以一試的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